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主席林朗燕和成员周庭 今天在法院面对煽动组织和未经批准集结等多项指控 黄之锋进入法院前表示 他们会选择认罪 结果如他所料 三人认罪后之皆被扣押 不准保释 法院会在12月2号下判 预计将面对最高三年监禁刑法 中国绕过香港立法会 强行落实港版国安法之后 开始大动作秋后算账 多名参与去年反送中示威运动的人相继落网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主席林朗燕以及成员周庭 去年6月21号带领示威者包围香港警察总部 抗议警方过度暴力镇压 结果被控煽动组织和未经批准集结罪 案件今天早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 案件开审之前 黄之锋等人在法庭前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会按照律师的建议在法庭上认罪 这也意味着案件无需审讯 直接结案成词或判刑 三人可能会在今天内被扣押 黄之锋强调 港人为了捍卫英德的民主自由 纷纷走上街头示威站在最前线 无奈中央政府以国安法强权镇压 很多人因此落网 惨遭酷刑被流放等等 但是他坚信即便被监禁 也无法阻止港人争取民主的力度和决心 三人随后在法庭上俯首认罪 法院责定案件在12月2号下判 如黄之锋所料 法庭不准三人保释 必须还押等待判决 黄之锋进入囚禁室前 对着在场的旁听者说 他知道大家在外更加辛苦 但是希望港人加油坚持下去 押送黄之锋等人的囚车离开法院时 外头的支持者不断高喊口号声援三人 三人预计无法逃过监禁刑罚 按照裁判法院的权限 最多可判处三年监禁